第一个不要制造谣言不要制造恐慌 我们的县长的部分是全部一致的都力挺侯友仪 议长的部分的确有两三位有一些意见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已经表态坚定的支持侯友仪 所以我们对于这些议长们大家当然都会团结一致 那有少数的几位其实大的目标还都是希望下架民进党 只是在做法上与我们党中央或者是侯友仪有一些不同 我们都可以沟通 那谢议长点凌兄是我们来营的非常重要的支持者 那我们也会以情感上希望他早一点回来 然后在大方向上面大家一起努力 那更何况他的姐姐谢依凤已经非常强力的明确的表达支持侯友仪 他的父母也都是如此的态度 那我们希望一起努力 我想不管王院长也好 不管很多前辈也好 是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都会沟通 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 会不会是要看主台效应呢 你不觉得这个是在制造恐慌 没有这回事啊 事实上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所有的县长在基层上 我们所有蓝营的县长是全部一致的力挺侯友仪 九月如果侯友仪的民调没有起来的话 应该要有备案吗 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这是你说的吧 这是媒体说的吧 那个韩市长对于整个国民党的支持跟关心 是无庸置疑的 他已经是全力的支持 但是对于这样无谓的放话 完全不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行为 那我特别强调 韩市长在全代会前就已经非常明确表达 第一他会来参加全代会 然后他在全代会前也跟我见面 那也都厘清了一些事实 包括韩冰 韩冰不会参选中正万华选区 那另外有社会有制造恶意的谣言 所谓不分区立委 我想这些都是绝对不是事实 我也特别在这边帮韩市长澄清 谢谢大家